建了一款不能够让老婆知道的美食 这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是台南知名的舞厅消费弊点的水饺 这块水饺是舞厅的员工离职之后呢 自行创业贩售的 虽然没有印上舞厅的名称 却因为口耳相传推荐 成为团购市场的热门商品 目前订单是已经满到了明年三月 不过最近这块水饺却出现了商标争议 原来有同业呢 疑似抢先拿舞厅的名称去申请商标 闹了双包 热水一滚把一颗一颗水饺丢入滚煮 外皮逐渐熟透之后 依稀坑得到饱满内馅 一口咬下满满的蔬菜 吃一个好像吃不下去 一定要咬开 很两口 水饺老婆不知道老婆也买不到 为什么老婆买不到 要特定地点才吃得到 很特别的水饺 原来这款水饺是网友推荐的内行人美食 虽然外包装上面什么都没有写 只有简单的记号标示口味 但是会知名购买的人就知道 这是知名舞厅才有的专属水饺 在台南已经有36年历史的舞厅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去年是六都里面第一间准许副业的舞厅 最近转型成为KTV 只能在这边吃得到的水饺 近年来成为网络推荐美食 我预购才能够购吗 我现在经常都要喝白包 打开冷通柜 满满的水饺都被订购即将出货 透明的外包装没有打上任何标签 也因为这样子传出了争议 这款水饺是台南知名舞厅 消费必点餐点 员工离职后自行创业贩售 因为打响了名号还进军团购市场 不过水饺的包装只有透明袋 什么标识都没有 虽然是内行人都知道的水饺 但是有同业在最近提出舞厅名字的商标申请 一旦成立 恐怕未来闹双包 那边吃比较好吃还是回来吃 在那边比较好吃 直径超过五公分的水饺 大磕料多 过去只能在舞厅中品尝 也因此被称为不能让老婆知道的美味 是否会因为商标被申请影响订单 业者还在评估 但是确定的是已经引起关注 在内心我们稍微绿荣谈谈